那时汉朝是一套全面解读两汉史的通俗历史读物 它全景在先了中国古代第一盛世王朝的国兴与衰落 那时汉朝第二步从刘邦登基当皇帝开始 到刘起平息七国之乱为止 在这一时期匈奴和异性王威胁着汉朝 欢迎收听《愿望东山》作品那是汉朝第二步 由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第41回贾义早逝的案例分析 这贾义已经死了 无论是对于刘恒来说或者是对于整个汉朝来说 这都是一笔精神财富的损失 因为在汉朝再也找不到一个像贾义 这般见识高远才气贯世的天才思想家和政论家了 假意建树的很多思想对汉朝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易商洋农禁止私人住钱 主张归国家统一管理 采取切蛋糕的分法 削弱封国势力 保持国家稳定等等 哪一个对国家的发展不是有利的呢 当然了 贾义也对刘恒提出过很多差劲的一个意见 那就是主张废除和亲政策 对匈奴作战 甚至还信誓旦旦的说 只要让他带兵去打匈奴 肯定不如使命 把留在匈奴的汉奸通通抓回来治罪 当然这件事呢 贾义就有点牛油了 吹得太大了 幸好这件事刘恒没有采纳 那么关于贾义的早逝 后世很多同行以及文人都替他惋惜 这个呢 是有诗为证的 在这呢 给大家读一首毛泽东的 七律 勇贾义 那么话也说回来 关于天才早逝 似乎已经构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的景象了 甚至呢 有科学家就此专门做过研究 现代医学家认为 天才之所以他们厉害 关键的在于他们过度开采了大脑蕴藏的资源 大脑积极活动 需要强有力的心脏和脑血管来完成嘛 而天才在进行创造性极强的思维活动之中 经常使用到大脑中常人用不到的那一部分 他们大脑所需要的弓血量啊 也比常人要多太多了 所以天才们的心脏就长期处于一种超负荷的运转之中 这必将大大损害他们的健康 而这个或许就是许多阴差早逝的原因之一吧 然而事实上 假意之死好像没有像以上所说的 进行超负荷工作的过劳死 其实准确的来说啊 他呢属于抑郁而死 在论证到底是谁杀死了天才假意上 我们发现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庸人和情人外加一个命运 命运是不可测的 梁怀王摔死是个意外 咱们就暂且不计 先看看这个庸人啊 从头至尾 挤压假意有两批人 一批呢是周伯等人 一批呢是邓通 周伯等人不能算是庸人 更不能说他们是庸臣 符合该条件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邓通了 当初项羽输给刘邦 是虎豹输给了群狼 假意输给周伯 冠英以及邓通 是红狐输给了群狼和麻雀 周伯和冠英属于凶猛的狼群 邓通呢属于唧唧喳喳的麻雀 正所谓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这话讲的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现象 更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 如果从后者研究就会发现啊 假意这等天才 无论是和周伯他们 或者是跟邓通他们 都不能类聚在一块 他们共属一个生物圈 一旦挤入到一个异类 必然会群起而攻之 也就是说啊 如果进入群狼 你首先就得是一只狼 要想进入麻雀窝 你首先得变成一只小麻雀啊 但是假意不属于草原 更不属于枝头 它属于天上 它呢是天才 是高高在上的红狐 所以它注定是孤独的 是寂寞的 甚至是无助的 一旦它落在了地上 受到的伤害 也是必然的呀 有一种爱 叫做明明知道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 刘恒和假意的这个政治关系 基本上也是这个样子 假意呢 很爱刘恒 胜过刘恒爱假意 然而 人世间最悲痛的 不是明明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 而是分开了原因 竟然由于外人的骚扰而造成的 因为周伯他们的骚扰 刘恒疏远了假意 因为小邓通的骚扰 假意继续 而臭老酒的生涯 难道说 刘恒心里 就没有一个可以坚持的准则吗 事实上啊 刘恒不但知道自己 为什么抛弃假意 而且知道 为什么要抛弃假意 假意的隔代的同伴 屈原曾在离骚中叹息道 唯草木之灵落兮 恐美人之池木 于是屈原总是以美人自愈 没错 天才就像是美人配香草一般 配贤君 假意是个天才 刘恒是一个贤君 就要说他们这是绝配吗 不不不 近代国学大师 孤鸿鸣先生 有过一句经典名言 中国古代的男人 就像是茶壶 女人就像是茶杯 一个茶壶配四五个茶杯 那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如此推算的话 皇帝呢 就像是一个大的茶壶 该要的茶杯实在是太多了 而假意呢 不过是其中一个 不能因为这一个 而摔破了众多茶壶 这应该是男人 最基本的生活逻辑 说白了 这皇帝啊 不是好干的 别看他整天是高高在上 其实很多时候 他就像是走在钢丝上的猴子 必须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的 寻找他的平衡点 所以说啊 刘恒不停的冷落假意 先偏向了周伯 后来呢 又偏向了邓通 都是站在了平衡点上的结果 这个呢 就是政治 就像是男女交欢一样 有时欢喜 有时忧 有时缠缠绵绵 有时又是冷酷无情 于是 假意就像是到处招惹人 而又不得宠的美人 唯有独守空房 在命运的岁月里 任容颜衰老 郁郁寡欢 最终被从窗户前飞过的那片黄叶 勾走了他的魂魄 好 咱们花开两朵 各表一致啊 咱们来说一说这边的匈奴 关于匈奴呢 我相信每一个汉朝人 心里都有说不完的恨和怕 连假意这个若不金风的书声 都是握紧拳头 气宇熊昂的喊道 如果开战算我一个 我他妈的就不相信 搞不定匈奴 一个文人都喊出这样的话 可以见得非常的恨了 如果说能靠打来解决问题的话 那真的就是扯淡了 为什么呢 汉朝真有实力打这场战役的话 也轮不到假意涵 肯定有一大帮武夫 早就冲到草原边上 去找匈奴 找他们群殴了 说实话 现在呢 还不是打的时候 现在的政策一个字 忍 都说啊 小不忍则乱大谋 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然而有的时候 骂匈奴一声不是东西 也许并不过分 因为曾经莫毒 就非礼过吕志 他忍了 甚至还装孙子似的 这个赔礼道歉 装孙子也就罢了 可是这平静无事的局面 就在不久 被幼贤王给破坏掉了 更可怕的是 幼贤王大幅度的犯边行为 错误的诱导了刘兴居造反 结果是弄得刘衡 这个当皇帝的里外不是人 这个匈奴 幼贤王似乎成了 刘衡心头的一块阴影了 这块疙瘩 从孝文三年 一直长到了孝文六年 终于有人愿意来解开他了 解灵还需寄灵人 这个人当然就是幼贤王的顶头上子 大禅于莫读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二部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如果您觉得杨腔腔 不讲的还是可以的话 可以为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或者打个赏 在这儿啊 我谢谢各位了 孝文六年十月 汉朝出现了一件 非常奇怪的自然现象 桃树和里树竟然都开花了 按理说啊 桃里冬天的是不开花的 要开花的话 也得等到春天 最快也得是正月 三月桃花红 这是咱们经常看到的 一个美丽的景象 可是偏偏是 这些桃里竟然提前 整整两个月开花了 汉朝这怪事 年年有多一件的也不嫌多 但是没有人相信 汉朝今年会平安度过 果不其然 当年十月就出现了 淮南王 刘长造反的悲剧 可是刘恒哭天抹地 后葬刘长之后呢 这个时候 莫读的国书就来了 让人吃惊的是啊 这个莫读呢 不是来挑衅的 反而就三年前 有贤王 犯编抢劫的事 来赔礼道歉的 哎 这可就奇怪了 整整三年过去了 如果是煮黄花菜的话 早就凉了 现在才赔礼道歉 打的是什么主意呢 不过呢 莫读这个和解的姿势 对于汉朝来说 不算是个坏消息 咱们来先看一看 莫读的国书 说的是什么 三年前 有贤王 强劫汉朝边境 完全受人诱惑而行的 至于这个事呢 我早就替你惩罚他了 就是派他打西边的 岳芝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贤王表现不错 不但拿下了岳芝国 甚至还把楼兰王国 等临近26个国家 给拿下了 现在 这些国家 和我们合并成一家 北方无视了 既然 这个事都过去那么久了 而且又是个误会 咱们汉兄两家马 又是亲戚 所以希望 刘皇帝 大人大量 不要放在心里 让我们近世前嫌 宠归于好 百年好和 做个好哥们 好兄弟 那么咱们仔细来分析一下 以上这封国书 如果说他是来和解的 我觉得不如说是来炫耀的 打心底里来说 莫独摆明了 就是想对刘恒说 北方这26个国家 我都给抢劫了 也不怎么愁吃喝了 所以暂时 不想跟你们汉朝惹事了 当然 如果说你们非要惹 老子可以奉陪到底 好你个莫独啊 软硬金尸 机关算尽呢 还真不能让汉朝岳夫家 占得你一点便宜了 这个时候 刘恒也是顿然醒悟 原来长安的桃李开花 完全是冲着莫独这封信来的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天意吗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了 要不要和解 不是由你莫独一个人说的算 也不是由我刘恒一个人说的算 只有双方都同意了 那才算数 于是刘恒照三公九卿 开了一个常委会 讨论的是打呀 还是和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论证 这结果就是不打 和 汉朝这帮公卿的一致意见是 莫独刚刚统一了北方锐气当头 主动出击呢 等于主动找打 再说了 就算是打下匈奴 得到的全都是一大片的严谨地 顶个屁用啊 不如顺水做个人情 给他一个台阶下 大家和气生财 得了 这个会啊 还真是没有白开 重公卿的脑袋 还是比甲义清醒多了 当时 刘恒呢 也没有说二话 也给莫独回了一封信 礼尚往来 从来都是中国人的光荣传统 莫独使人送信来的时候呢 还给汉朝送了几匹 好马 以及马车 于是呢 刘恒为了表示善意 送出比莫独送来的那些土特产 贵数倍以上的礼物 作为回送 并且刘恒不忘在信里交代 幼贤王啊 那也是一时冲通 事情过去就算了 禅于先生就不要再责怪于他了 如果当时远在长沙的甲义 看到刘恒这封国术的话 或许他马上就会仰天高呼 郁闷啊 郁闷 简直就是太没道理了 事实证明了 这甲义喊打 也不是全没有道理的 刘恒和莫独刚刚度过一段甜蜜的政治蜜月之后 莫独竟然提前作别人间 嫁鹤西去了 那么理所当然的 莫独的儿子冀州接班 当了匈奴的大铲鱼 郝约老上铲鱼 然而给汉朝带来大麻烦的 恰恰就是这位老上铲鱼 让咱们先回想一下 当初楼敬主张和亲的时候 他是怎么对刘邦说的 他的这个话呢 咱们回顾一下 大约是这样的 要想汉朝边境无事 只能寄希望于莫独的后代 因为莫独娶的是汉朝的老婆 莫独生的儿子 那就是汉朝的外孙 哪有外孙狠心打外祖父的呢 如果楼敬还活着的话 他就会马上发现 这就是天大的屁话 因为事实的情况是 老上铲鱼不但要打汉朝的这个外祖父 甚至还打你没商量 匈奴心缠于上任 汉朝又得一番忙活了 尽管从条约上来说 汉朝和匈奴是兄弟关系 从辈分上来说 汉朝是匈奴的外家 但是汉朝打心里就明白 条约不能当饭吃人 外家不能当密合 该拉拢的还得靠拉拢 就像和亲这事 必须继续奉行到底 所以说这老上铲鱼刚一上任 刘恒就得连忙选翁主了 这所谓翁主就是宗氏亲王的女儿 刘恒呢 哎呀他还是有点舍不得自嫁女儿 但是呢让刘恒万万想不到的是 选翁主竟然选出了一个 流明史册的大汉奸 大汉奸哪 这个人呢正是患者阉人中杭越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必须得有一个人陪同翁主前往匈奴 中杭越啊 不知他祖上犯了什么事 偏偏被汉朝有关部门领导给看中了 要他陪嫁去匈奴 在中杭越看来 如果陪送公主走一趟 然后再回来 也没什么 也好商量 可是凭什么叫他陪着出去啃一辈子封杀呢 于是中杭越就表示他的强烈不满了 他就对上头说道 我不讲句 可不可以派别人去啊 上头的回答就是 不行 你不想去 也得去 这下子 中杭越也火大了 直接他放出狠话来说道 好好好 汉朝让我一辈子不爽 我也要让你们不安逸 果然中杭越一来到匈奴 马上就向老上蝉鱼投降了 而中杭越说的 做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帮助匈奴去中国化 比如说这个穿的啊 当初匈奴人呢 就比较喜欢穿汉朝的绸缎 然而中杭越却对匈奴人说 不要再赶汉朝这个潮流了 这玩意儿一不耐用 二需要从汉朝进口 授权柄于人手 这是国之大计 所以应该穿匈奴传统的 沾毯皮袍 再比如说吃的 匈奴人喜欢吃汉朝的食品 中杭越却说 汉朝那玩意儿 是有什么好吃的 应该通通扔了 改吃匈奴传统的奶酪 再比如说婚俗啊 汉朝人认为 匈奴父子同睡一个毡房 父亲死了 儿子娶后母 兄弟死了 活着的兄弟呢 可以娶死者的妻子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不文明的 为什么不去掉这些陋习呢 中杭越却反过来 教训汉朝人 说他们见识太少了 匈奴人之所以这么做呀 就是为了表达手足亲情 你们懂不懂啊 中杭越如此大张旗鼓的开展 去中国化的运动 和保持匈奴人的习俗 无非是为了让匈奴啊 不要再依赖汉朝了 不用多说 他做的这一切的目的 只有一个 借刀杀人 以解心头之大恨 由此看来 匈奴和汉朝再次翻脸的日子 将不再遥远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为大家播讲到这儿了 那么 《阅望东山》作品 《纳什汉朝》第二部 正在喜马拉雅FM当中 进行持续的更新 如果您觉得杨腔腔 播讲的还是可以的话 可以为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或者打个赏 在这儿啊 我谢谢各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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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